中科院昨天在东部外海试射飞弹 不只是有中国预警机 在海峡中线以西绕飞 还有苏三菱跟仙石等多型机多架次 进入我方的防空识别区内 不只是让工军广播区里高达了24次 国防部也证实了 中国军机进入台湾西南方空域的应变区 也就是说比起过去又再更靠近台湾一点 军事专家的分析是说 解放军企图压缩我方空军战机的活动范围 未来要是常态化 那么我们的空防压力会越来越大 中科院九号清晨在东部海域试射飞弹 传出中国一架空警五百预警机 在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绕飞 还在金门周遭空域征搜 挑衅意味浓厚 不只预警机 九号也有不少中国军机 再次闯进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 遭到我方空军广播驱离 多达24次 国防部不仅派出空军战机监控 强调及时掌握敌情 适当应处 也证实这回中国军机 闯进更靠近台湾的应变区 中国也连续两天派出军机 进入我方西南方防空识别区 机层也传出东沙岛被解放军 船团和两栖部队包围 但国防部也郑重澄清 这是不时讯息 华氏新闻机康城市学 台北报导